全油管最快新闻,杭州亚运会将于一个月后举行,亚运会竞赛场馆中有44个是改建或零件,仅有12个是新建场馆,利用原有建筑进行节俭筹办。 在设施和器材配置上,东道主坚持市场开发原则,尽量避免财政投资、租用、借用而非购买。 赛事运行环节也实施精打细算,各场馆都采用节能技术,例如导光馆系统和水循环系统,有效减少能源和水资源消耗。 此外,杭州亚运会还制定了赛后场馆利用计划,将赛后闲置的场馆转为城市的文化、体育、经济的综合利用,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双赢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